6月1日起 上海进入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 室内地面公交 轨道交通全网恢复基本运行 购物中心 超市卖场 便利店 药店等商业网点有序恢复线下营业 上海街头正慢慢恢复昔日的生机与活力 当天上午8时 不少上班族已整装走出小区赶赴单位 在接受采访时 有市民坦言 复工首日有点小兴奋 今天第一天上班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马路上车子也挺多了 然后这个心情又焦虑 又有点兴奋 因为好久都没有看到同事了 两个多月了 然后还有没有时间去弄头发什么的 等周末的时候还要再去弄一下 但是今天第一天上班还是感到很开心的 昨天晚上接到我们领导电话说今天可以上班了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同事之间也拉了个群 说今天终于可以见面了 今天早上还是非常兴奋 很早就起床了 然后一大早就骑上了我心爱的小单车去上班了 为了让大家更为方便快捷地获得核酸采样服务 上海按照便民便己 应地制宜 动态调整的原则 结合人口密度 城乡差异和功能需要 在居民社区 办公场所 工业园区 地铁站周边 交通场站等区域布局常态化核酸采样点 构建15分钟核酸采样圈 截至目前上海全市已经设置完成约1.5万个常态化核酸采样点点位 其中面向社会公众的约5000个 面向所在小区居民的约4000个 设置在企业 学校 工地等内部场所的对内点位约6000个 6月1日起 上海将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核酸单样本检测价格 由25元下调至16元 多样本混合检测价格由每人份5元下调至3.5元 靠原检测价格由15元下调至6元 上海常态化核酸检测点的检测服务则免费至6月30日 本事宁不合检测清藤 感谢奋价格由15元下调至老 Chest full 露祂有名 rim 写ра至3.5元 相嫩洂调至1日用